受推荐的优秀学生除了接受颁发奖学金公开表扬 主办单位并且亦鼓励安排魁心爷 手持魁心碧来为学生与相亲开智会 该项仪式已成为该院的特色之一 然后颁发奖学金领完了 它有奖状跟奖学金嘛 两个东西 然后再进到大殿来跟文昌地基拜拜 然后拜拜之后 就请我们师社的副社长 习元春先生来开智会 每班一个名额 不一定就是成绩优异的 有可能他是努力向学 或是说有孝顺父母 或是说有特殊的才艺 表现良好的都可以推荐 为了推广书院文化草屯镇 国家三级古迹登营书院 举办春季并颁发清寒优秀学生奖学金 并且也至三月份开始 周一到周四免费开办书法和学等课程 欢迎相亲踊跃来上课 为了推广书院文化 开办了免费的研习课程 目前的话是已经到了第23期 内容的话有礼拜一的书法班 礼拜二的南湖班 礼拜三的汉学基础班 还有礼拜四的学古人作诗班 老师教学都很认真 大部分都是比较连长的 就是因为退休了 来这边学习 回去也会很认真的练习 然后也可以教小朋友 小朋友会喜欢来这边学习 先远唐小芬感谢主任委员及书院 实社干部努力护持下 长期自立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推广 以及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对地方社会贡献良多 尤其每年借由颁发清函奖学金 给予努力上进的学生鼓舞与肯定 那在这里也要再一次感谢 我们洪主委及所有的委员 那平日对我们四地方的一个付出 那也对我们的公益活动 也非常不遗余力 那更是在我们救助我们这些 记住我们这些清函学生的部分 更是每年都会来 颁发这个奖助学金 那在这里也再一次 感谢我们登营书院洪主委 所带领的这些委员 对这地方的一个付出 主办单位也表示 受到扫子化的影响 今年各级学校推荐学生 减少到168位 书院也因此增加奖学金的金额 来鼓励今年所推荐的 优秀受奖学生 可以继续地努力上进 记者洪一轮 草囤正采访报道